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在地府的神話體系裡面 還有一個機構叫做城王 他們是十殿艷羅核下的組織 就是各地的城王 首先由城王這個文字的本意來講 城就是城牆 王就是指一些沒有水的護城河 即是那些豪溝 城王兩個字擺在一起叫做城王 最早追溯到易經的太卦裡面 記載著城福於王, 物用詩 但這裡所指的城和王 是用來比喻君王和臣子 跟我們現在理解的城王不一樣 在漢朝的班固 他寫的西都附罪裡面 曾經記載著這句話 就是京東修公室, 進城王 城王的意思就是城牆和豪溝的意思 為何我們現在會去拜城王呢? 會有什麼城王廟呢? 其實我們拜城王的做法和說法 應該追溯到西周時期 與一個神水蓉有關係 當時在徐席的時候 就要祭祀這個神 根據禮記記載 古代的天子 需要祭祀八立裡面的水蓉 而水蓉的字面意思就是 水即是王 榮即是城 所以這也是祭祀城王的開始 以前也是皇帝祭祀 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拜城王廟不同 相傳最早的城王廟 是興建於三國時期的吾國 之後一直到兩進 甚至到清朝 城王的信仰 亦成為了中國官方 和民間文化的主要信仰 在宋代、明代、清代 對城王的祭祀儀式 更加上升到國家典禮的層面 所謂的民間信仰中的城王爺 他是誰? 其實他不是代指某一個人 他是由一些死亡的名人 或者是一些對民眾有功勞 有擔當 有明星的人去擔任 這些人多數都是一些 很公正無私的清官 對老百姓很好 死亡後才可以當城王爺 而城王爺 他亦有任期 即是不是終身做的 死亡後不是以後都是你做的 而你當城王爺之後 你的老婆子女都可以一起進來 全都在城王廟裏 所以城王是一種官職 而不是對某一個人的獨青 所以不同的地方 會有不同的城王爺 亦有可能是不同的人 如果有一天 陳導師的公職足夠大 可能亦會成城王爺 他老婆子女、父母母 養的貓貓狗狗 都可以進入城王廟 記得添香油的時候 倒些狗糧下去 所以一個地方的城王廟 可能不止有一個城王爺 我們看看上海的城王廟 有三個城王爺 有時亦有不同的地方 可能會去供奉同一個城王爺 例如北京、杭州的民眾 都會祭祀文天祥 都會有城王廟裏 都會有文天祥 而北京的城王廟裏 有人說城王爺是文天祥 亦有人說是楊礁山 而廣州的城王廟 亦供奉楊礁山 但亦有人說廣州的城王爺 其實是海瑞 又說是樓宮 而廣州人亦有一句言語 當你走狗糞糞時 就叫水鬼星城王 其實我都說了 城王的王 就是講高牆之外的深溝 沒有水的豪溝就是王 所以如果你真是很偉大 很多功績 然後有一天又不小心 浸死了變成水鬼的話 哎呀 就有可能被人供奉成王 除了廣州、杭州、北京之外 很多縣、鄉都會有城王廟 甚至乎連村都會有村的城王 哪些地區的人會崇拜城王? 一般是中國、越南、朝鮮 又或者是華人、越南人、朝鮮人移民的社群 都會有城王廟 這些城王爺他們的誕臣日子 亦都會因應他的地區 以及他們祭祀的人而有所不同 跟十年炎羅一樣 城王廟亦都會有一套很完整的分工 有很多不同的師官 各師各廟的配置亦都不一樣 有些城王廟有三師 有些有六師 甚至有二十四師、三十六師 也有 有巡測師、情樂師、功考師 也有 例如台灣開城寺的城王廟 是仿照明清的編制 以利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公部為師 而其他城王廟都是以陰陽師為各師之首 負責監督各個師長 以及協調各個師長 然後收集好東西後 匯報給城王廟 聽到這裏,是否想到什麼呢? 沒錯 除了這些陰陽師之外 下一級就是松利 這些松利包括什麼呢? 就是我們經常所聽的 判官、無償、日夜遊臣、金柳將軍、牛頭馬面等 這些我們留待下集再講 好,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無花無假,講講神話 我們下集再見